這是延安政風的第二步, 就說不僅其力要集中, 還有思想要統一, 但思想統一有些人是思想不能統一的, 我在警局裏面說有些人只能夠消耗, 我說在警局不可以, 一天就踢他走, 不要在我馬來銷唆, 因為隔斜他, 你治他嗎? 曬氣了, 治他, 治他, 不治他, 燒他, 消滅, 殲滅了他, 消失了他, 真的嗎? 所以延安政風就是, 是將一些根本不值得救, 是不能救的, 或者是沒有時候教他, 走, 突然之後, 可能會變回一群人在這裏, 這群個個都是寫術大的, 然後這裏, 大家做甚麼意思呢, 大哥, 統一思想, 統一方向, 政策, 知道嗎? 之後執行, 跟我擺位, 誰做甚麼事, 分工, 很厲害的, 首先, 人人過關, 推薄全職, 第二, 這群是精英, 怎樣做法, 一起去那方向, 哪個分工哪個做些什麽,黃申就納馬,其中一個例子剛開始報告 你沒有延安政風的話,你報了一個原來是小國人黨特務的 或者那個人不是革命的,即是踢水的,這樣就死了 你放他下去,你給大權他,以後見不到,又玩到他爆出來,你才收拾他 死得了,所以很緊要的,就是了解共產黨毛澤東的佈局 巧妙之著,高瞻遠足,在我們做事都是,你家有事都是的 首先,人家過關自己說自己,即是我們家五個人一起有個目標 做些什麽事,三年來買第四間樓,四,跟著買第六間樓 是這樣的嘛,跟著每天有多少錢,跟著每個月要供多少錢 這樣才可以搞的嘛,說個笑,說個例子 好了,我們就…